哎 经过我们商量过后 发现黄兄得了一种 叫恐考症的病 这一想到流血 他就叫白卷 恐考症 但是什么病 反正 就是那种疑难杂症 无药可医 大找医医看过了吗 开点药喝喝 黄嫂 你知道什么叫 无药可医吗 就是 我们找遍的所有人 都没有办法 也许找到他能解决 原成 画个地方挠挠 我得上个厕所了 这儿 快点 走走走快走 薰衣草二两 黄黄 先下去吧 来 拿你试试 什么呀 不跟你开玩笑啊 说点正经事 怎么了 想忘了这么着急 我跟你说正经事 你千万别说出去 这 我说出去又能怎么样 这恐考证可怎么办呢 这可能就得从恐考证的源头说起来 相传在一百年以前啊 有一位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 这位才俊 与同村的一位村花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 私定终身 我必须要求你 凤儿 再过几日 我便要赴京赶考了 郎君 凤儿等你回来 凤儿放心 此去京师 必然高中状元 从此以后 我便是状元 你便是状元夫人了 郎君 我的凤儿 听听听听 凤儿 她怎么跟我名字一样啊 那自古好看的女生都叫凤儿 也有道理 你继续讲 这位年轻人 满怀着爱人的期待 静静覆考 然后她就晕倒了对不对 并没有 然后 她就越来越有信心 简直是下笔如有神哪 仅花了一个时辰 就完成了所有的对答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她太优秀 所以恐考了 哎 故事到了这里呢 才刚刚开始 你能不能快点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这都哪儿了哪儿啊 快了快了 快到重点了 放开我 放开他 放开他 凭什么拦我们 因为他有恐考证 我有恐考证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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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啥呀 这都啥呀 你说啥呢 这你还没听明白 我在胡说呀 你有病啊 于长牙 你才有病呢 这世界上哪有恐考证这种东西啊 堂堂一个男孩子 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 你们还有模有样的 给他编出一个病来 这个世界上谁没有压力 害怕失败就编出一个病来的话 那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有病呢 难道他这压力太大了 行行行行行 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现在是你的对手 你在担心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担心他 笑话 那是谁急匆匆跑来找我 让我想办法 我那是 我那是在乎公平 公平你懂吗 他一个病号我怎么干得竞争啊 那不是我做派 是是是 你去吧 这种弱级的病呢 反正我也治不了 让他多闻闻熏熏草 有助于睡眠的 行 谁叫我善良呢 我去试试 知道有药效要告诉你啊 我去试试 我去试试 唉 干嘛呢 不要以为你们把我困在这儿 我就会读书 没门 是吗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了 我要反抗 我就不读书 我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就是玩 其实我今天来呢 也不是逼你读书的 我就是觉得 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东西 这个 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还是个半成品 我现在还没弄明白呢 不过啊 我后面会加上鱼线 这个小人就可以动起来了 你看 它是不是跟我很像啊 像像像 这个呢 这是什么呀 这个啊 是我设计的巧夺天空所 我告诉你啊 公里的那些东西啊 你马上就可以 醒醒醒 那个 说三个就行了 不用多说了 哎 那个二殿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啊 这些东西 真的比读书重要吗 这些东西简直就是我的命根子 哦 也就是说 你为了它们 可以付出一切 当然了 何止是付 这些东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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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对劲啊 你怎么会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和我聊上天了 哦 二殿下 你 你这么看我 就对了 刘白雪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二殿下 你误会了 二殿下 我对你呢 没有任何兴趣 但是我对你这些东西啊 倒是挺感兴趣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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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够 别动 读不读书 喜不喜欢读书 你们以后我告诉你啊 你别用这些东西威胁我 我就是不喜欢 读不喜欢 我读我读我读 我读书我读书 厨师表 你背 没有厨师表呀 这 二殿下 二殿下 你看一眼 我的头 别别别 我疼我疼 别别别 厨师表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是是 仙弟 创业 怎么不熟练 别别别 快说 仙弟创业三分 十分 好好说 娘娘 这白雪姑娘 是不是太过火了 你懂什么呀 我这儿子 这回可算是有救了 娘娘 奴婢不懂 你怎么就看上了这白玉姑娘呢 这白玉姑娘多好啊 有聪明 又漂亮 有温柔 又贤惠 四叔 会计村王之秋也 最关键的是 奴婢懂了 最关键的是 她还是刘府相的女儿 将来啊 一定可以帮到二殿下的 是 这也挺关键的 该是最关键的事 这只是 忘身于外者 你看 就这么会功夫 竟然会被出师表了 哎呀 大小伤 盖君 这一只 祖宗保佑啊 我家宠儿 这次说不定就能高中庄了吗 什么啊 哎呀 你这个人 光在这坐着不说话 看着还是挺帅的嘛 想想你也怪可怜的 那么小的年纪 就要跟刘血斗 难怪你那么恨他 搞自己压力那么大 刘血人又狠 路子又野 想法又多 就你这想象里有限的 小脑袋瓜子 确实是除了骗我 也想不出来别的办法 要不 原谅你了 行吧 这几天反正也折腾你不少 就算报复你了 咱们扯平了 哎 我数三个数 如果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三 三 二 你醒了 哎 就差一下了 什么就差一下啊 你要干什么呀 没什么 我就是想通了 学习一点用都没有 我放弃了 那你是想明白了 比不过阵 所以放弃了是吧 随便你这么想 我只是想跟你换个方法 逗一逗 怎么逗 你敢不敢跟我来吧 你鼻子怎么了 你鼻子怎么了 这么大的味你闻不出来啊 哪有味啊 你拿过来干吗呀 废话穿哪 你让朕穿太监的衣服啊 你干吗 你再大声一点 全皇宫都知道 你要穿太监的衣服了 你到底要干吗 你到底敢不敢穿 不敢穿就认输 我 你不走愣着干吗呢 不是 你不是要动吗 动来这干吗 你在学堂上学的 都是纸上谈兵 带你来体验体验生活 体验啥 走 拿着 放肆 知道这是什么菜吗 青菜 这叫卷心菜 你天天吃你都不知道啊 那边还有更好玩的 别乱走啊 什么味 你知道这鸡能下几个蛋吗 那点跟鸡啊 我怎么知道 三个 三个 为什么 不信你明天自己来看啊 闲呢 干吗呀 来人了躲着呀干什么 这你一定怕你怕什么 别说了 哪来的猫贼 赶到皇家餐园偷东西 你 你 你干吗 走 谁 你主子 有病 你滚哪 走 躲一下躲一下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还好意思说都是你惹的 这她已经太认知了 明天你得好好赏她啊 那鸡肚子里面只有三个蛋 骗你干吗 骗你干吗 行 明天朕去看看 如果不是就致你欺君之罪 我才不会为了三个蛋把命丢了 应该走远了吧 怎么样 爽不爽 爽啊 还想不想跟我爽 带路 走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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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爽不爽 爽不爽 爽 咱们带我去哪儿了 我想想啊 谁呀 谁呀 人了快点快 这这这这这谁敢哪 给我吹 是 快点 我不行了 你腿怎么那么短 我想了我想了 躲这儿躲这儿 怎么办 怎么办 谢谢别慌别慌 有车有车 有 这个 小心点 走 走了走了 想不想去这里面更好玩的地方 还有 当然 跟我走 好美啊 怎么样 真没骗你吧 真爽 好 没有文化只会说说 这跟有没有文化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爽啊 爽 人都说咬着那狗狗爱叫 你这个人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风起来还是挺狂野的 那是 你说谁是狗 陛下狂野 陛下狂野 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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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今天晚上玩的这些东西 那都是朕小说玩剩下的 这皇宫之内的所有屋顶 朕小说都爬过 你这是真是的 你跟我比什么不好 非得比上皇阶王 你怎么那么要强呢 你不累啊 爬个屋顶有什么好吹的 朕当年 就是在这太和殿的顶上 把那些奏折一本一本都给死了 然后指着流歇的鼻子骂 朕这个皇帝 觉得太无聊了 不想当了 刘府将自己当去了 那叫 一气呵成 自证强缘 眼睛都没眨下 你还这么叛逆过呢 这不叫叛逆 这叫硬气 你被挨揍我啊 挨是挨了 不过朕 离宫出走了 你说你这个人 怎么胡憨胡憨的 你跟谁叛逆不好 还非得跟刘蝎叛逆 你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吧 胡说什么呢 朕不是好好地坐在这儿 可你怎么会不想当皇帝呢 你这几日也为了亲证 那可是从早读到晚 人都有年有无知的时候嘛 朕那时候还小 不懂身上的责任有多重要 不对啊 还是不对 什么不对 那你改变主意想当皇帝 和怕刘蝎有啥关系啊 因为你那时候年纪小又没胆子 但是你都敢指着刘蝎的鼻子骂 还敢离家出走 那你面对他那些叫棒猛抽 还有五步成诗 你怎么不反抗啊 你懂什么呀 朕那叫 忍辱负重 麻 这叫麻痹坚持 你怎么知道朕以前那些糗 往事了 这光临很多人都知道啊 这我知道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我是想不到呀 你小小年纪这么多心眼啊 刘蝎是够狠的 但是他兄弟几下 你就这么不待见他 你也是够小心眼的了 刘金凤 你该不会认为 朕是那种受不了约束 就把辅征大臣 当成卑鄙小人那种无脑昏君吧 我 我又没那么以为 你就是这么以为的 这也真是的 大半夜的吹什么冷风 看什么慌扯 看书想看 干嘛呀 别着急呀 那我想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真想听 嗯 特别想听 行吧 既然你这么关心朕 那朕 就让你好好了解一下 你爹的真面目 这事儿 还得从朕那次出宫说起 你爹的真木 everything 你爹的真 mixing 我也不敢 这些儿 这些儿 Tutaj 你们那边上anco 是有人跟我走 是 在那是 你看 不行 不客气 朕为了不被抓到 阴差阳错地躲进一辆马车出了皇城 没想到 竟看见了和宫内截然不同的景象 那是朕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吃不饱穿不暖的人 像牲口一样的躺在路边上 随时都会死 哀鸿遍野莫过于此 后来朕在路上听人说 是因为南方闹了一场洪灾 朕在上朝的时候 也听到过有些大臣提起 也递过这样的车子 但是都被朕当成无聊的东西给撕了 你也别太难过 你那时候年纪小 还有机会改过自新 做个好皇帝的 朕知道 所以朕出宫没几天就特别想回来 但是又觉得乖乖被抓回来太丢了 于是呢就想偷偷跑到府相府 跟府相容认个错 然后好好读书 听她教诲 这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 是朕觉得挺好的 一厢情愿吧 你爹才不灵情 刘府相谦虚了 谁不知道东昊小皇帝少不惊世 这一切还不都是您说的错 我王说了 若是日后您想杀了小皇帝 独自成帝的话 我王定会派兵支持 助你成事 事成之后 您仅需分十座城市给我们即可 多谢国主美意 倘若来日有需要 定会请他协助 什么 谁 什么人 陛下 刘仙 你好大胆子 竟敢勾结西月 谋逆不轨 王妃父皇对你一片信任 托付国事 朕要罢了你府相职位 你十相天 自下天牢戴罪吧 陛下 臣要是下了狱 那明日的大小国事 谁来处置 朕从今往后 自会其勉克己 守好父皇江山 绝不会让尔等奸贼 欠了去 好 臣的密谈既然被陛下听到了 那就不妨告诉陛下 你的东昊国江山 臣确定了 陛下又当如何 刘仙 你 朕要杀了你 杀我 陛下没有搞清楚状况 如今东昊的证据 军权 切在臣一人之手 臣留陛下一命 陛下应该五体投地地 感激涕零才对 怎么会不知回报 妄图要杀臣 那陛下 怎么杀臣呢 小巷狼 你最好乖乖听话 或许我还能考虑 有你到亲政的年纪 平平安安地做一个傀儡皇帝 倘若哪一日 你惹我不高兴 我会杀了你 取而代之 有些狼子野心 朕不会让他得逞的 我的娘啊 知道留些坏 但没想到有这么坏 你放心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亲政 做一个好皇帝 那你这什么意思 给你打气啊 你是不是了解到你爹之后 同情这 没有 我就是 没让你 什么 原谅你骗我了 听清楚了吗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怎么这么能记仇啊 我还记仇 要不是看在留些 比你过分一百倍的份上 我才没那么好说话呢 那原谅不原谅的 咱们都一块搞了事情 还看了星星 什么时候看星星了 现在啊 踏到看看 好 只可惜啊 这儿没有仙趴村的星星多啊 你有病啊 星星在天空上都是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 你才有病呢 他这儿就是没有仙趴村的星星多 行 那等有机会 你带我去看看 谁啊 谁要带你去啊 我 这没有名其妙 谁啊 这要命了 这心脏的胖胖直跳呢 一定是因为熬夜 对 熬夜上身 真困的 我先走了 你自己在这儿看吧 我先回去休息 这就回去了 这就回去了 那没什么事 我来的 你来的 你去找个人 你去找个人 也要不是 你会儿的 这人去找个人 那你去找个人 我去吃了 我来的 我再嫉 Marilyn 这都什么事上了 才来啊 二殿下真是贵人不知事 昨晚皇城发生了那么大的动静 殿下不知道吗 昨晚怎么了 进了两个刺客闹了一夜 刺客 不过还好没发生什么大事 只是肃统领呢 要调查后宫 所以我们都被交去问话了 耽搁了点时间 怎么啊 你是想问我六国论怎么没抄完是吧 我不仅没有抄完 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怎么样 什么人气啊 不过呀 你今天生气也没有用 你看看 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了 我看你还怎么威胁我 刘白玉 跟我斗 你是斗不过的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你把这个修好了 二殿下 白玉回去想了很久 觉得上次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分 所以我就全部修好了给你带过来了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头 我装了很久很久 为什么还是装不好 你别哭 你别哭 这本来装是个假的嘛 再修好就好了 二殿下 其实也不是白玉想让你读书的 白玉侍奉徐太妃之名 我也没有办法 还有这个六国论 也不是我让你抄的 是徐太妃布置的 你就帮帮我 帮我抄一下吧 不然到时候 徐太妃怪罪起来 我也没有办法 没想到你这么辛苦啊 嗯 那 殿下好好抄着 我去给殿下端茶滴水 证下请用茶 行吧 那就勉为其难地帮帮你吧 不过啊 你得给我磨磨 那是自然 看在你今天这么辛苦的份上 本殿下 准是你坐下伺候我 谢殿下 笨死 谁说我这要威胁这一招的 我才要告诉你 你是永远斗不过我的 嗯 白玉啊 嗯 去帮我拿一下 书柜第二层那个书 好的 动啊 刘白玉 动啊 刘白玉 我告诉你 在你来之前 我在你凳子上 早就抹得强力浇水 你 想不到吧 跟我斗 你还弄了脸 你呀 今天就好好坐着吧 本殿下 准备出去快活了 不过 你也可以更危险 就是 你得自己搬凳子咯 嘿嘿嘿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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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云丑 妈妈 都给你批派 回来 嘱里 只可惜啊 这儿没有仙爬村的星星多 你笨 铜电熊空星星是一样的 你才笨哪 我就是觉得没有仙爬村的星星多 行 那我 等着你带我去看 轩狼 轩狼 我来了 你叫朕什么 轩狼啊 这不是你名字吗 你之前不是叫朕 咱俩都是朋友了 在家段于账不合适了吧 咱们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就昨天啊 昨天那个合解还不够算吗 还是说你想让我继续叫你炫 行了 炫了 挺好 就这么叫吧 时候不早了 看书 看什么书啊 出去玩 还玩 我带你去你皇城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不可能 没有这种地方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走 快点 快点 你肯定没见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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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这就是你说的最神秘的地方啊 对啊 珍宝阁啊 没来过吧 我跟你说啊 在我们仙马村也有个珍宝阁 只有我们村长进去过 特别神秘 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探险啊 说不定能找着什么宝贝 给我娘带过去呢 神经病嘛 走吧 你们断家怎么穷成这样了 就这点东西啊 我当时娶你的时候把东西都送光了吧 说这些 你也看见了 走吧咱们 别别别 再等等 等什么 等我 等我们再看一下嘛 怎么有黑衣人啊 什么人啊 怎么突然有两个人呢 不能结完生枝 撤 陛下小心 别打了 别打了 都是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 来来来 放开 谢初毁另外的假年了 来来来 吸过了 吸过了 我说好这些样子吗 到宫外就放好人 怎么还真打起来呢 速上速去 是是是 你再晚点耽误我这个事 不要脸战 这又是要紧 是是是 你脑子还算聪明啊 叫什么名字啊 回头家里边都给你点钱 有人说了 不要打草惊蛇 是 我可没那么说啊 别啊 你们 你们该不会是真的刺客吧 不然呢 陛下 走 手下留情 有话好说 快走 什么人啊 陛下 什么人啊这是 娘娘没事吧 太恐怖了 没事没事 吓死我了 我带你回去看看御医 走吧 既然已经到宫门口了 不然我们出去逛逛吧 你是不是存心不让我读书啊 是啊 这么直接 反正你要是不出去逛 我就去青天台广播 说昨天晚上那些鸡飞狗跳的事 全都是你这个一国之军惹下的 你在威胁我 是在威胁 听出来了 听出来走吧 一会儿太阳下山了 改天吧 那帮刺客刚逃走 宫外肯定不安全 抓到他们再说吧 那万一他们跑特别快 抓不到呢 你想想 他们都戴着面具 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 没有 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 你看 你们都没看清 万一追不上 这不就放五黑山 后患无穷吗 越是这个时候 咱们越应该出去勾引他们 走吧 你听懂了吗 没有 没懂 没懂走 陛下 还不来啊 你没听错吧 是这儿吗 不会啊 我就听着 什么宝阁什么来的 这宫里不就一个藏宝阁吗 也对啊 等着吧 皇后娘娘一天一个样 说不定就不来了呢 咱们不干活还拿钱 多好 对对对对 这就是你说的放风啊 陛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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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鹰鹉 道夫万民 陛下威福四访 与民同乐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见到陛下了 陛下治国有道 让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世世代代 都不会忘记陛下的好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是皇帝的 你穿这一身 谁认不出来你是皇帝啊 这么名下吗 行了 大家都起来吧 这都是朕应该做的 朕小的时候 父皇就告诉朕 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好皇帝 你们放心 朕以后一定历经屠治 绝对不辜负你们 起来吧 错了错了全错了 这谁找到临眼啊 连拍死都记不住 放死 放什么死啊 剧本里写了 是格杀勿论 为的我鸡盖都疼了 我都说了 皇帝虽然是个跑龙套的 那也不能随便找个便宜货 你居然说了是跑龙套的 好 朕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天子之怒 别别别别 天子之怒 别别别别 放过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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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好看啊 你看这个 这个好看啊 别生气了啊 你一会儿在这换一件衣服 出门就不会有人认出来了 哎 这抗量能力怎么这么差啊 这么点搓着还得抱一下才行 哎 算了算了 我就牺牲一下吧 就当联络感情了 我跟你说啊 就是在公外 我就坐这一次 下次我才不会这么干的 行了行了 给你买点好吃的 不气了不气了啊 嗯 干什么呢